為什麼鋁是在所有金本金屬裡面墜落 為什麼油是所有商品裡面墜落 全球產量最大的國家是誰 俄羅斯 俄乌戰爭發展到現在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或商品出口制裁 已經快玩不下去 所以對於俄羅斯的相關制裁 前幾天不有消息嗎 CIA的情報頭子 跑去俄羅斯的莫斯科 來跟俄羅斯的情報頭子見面 來商討相關的停戰協定 俄羅斯你可以享有 烏克蘭20%的領土切給你 趕快把戰爭結束 所以市場上有在定價 鋁油價為什麼弱 因為俄羅斯在未來 可能不是現在 也不是下個月 在未來重返國際市場 或未來用別的方法 重返國際市場 這個機率正在放大